游感摇晃 日本大阪七时58份发生规模5.9地震JR停始终 日本发生游感地震 日本时间今天早上7点58分分于大阪发生规模6游感地震 深度仅10千米 日本气象听称 地震的镇央位于大阪县北部 并未发出海啸警报 各地震度大阪6、京都5、神户5、奈良4 不少网友在PTT回报资讯表示超谣 且目前船JR停始中 飞机也停始证检查跑道有无受损 关西电力表示 大阪和临近的兵库线有超过17万户的家庭断电 日本大阪强阵规模5.9 中央设斜杠东京18日专电 日本大阪北部今天上午7时58分 台湾时间6时58分 观测到一起地震 震度5强 5海效危险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报道 大阪附近的铁路 包含东海道新干线 山阳新干线部分区间 地铁 均暂时停驶 大阪今天上午发生的地震 大阪府北部达震度6弱 另外 京都府南部观测到震度5强 滋鹤县南部 兵库县南东部 奈良县则是震度5弱 日本气象厅表示 地震震央在大阪府北部 地震深度10公里 日本政府已将相关官员 召到首相官邸 行政中心的危机管理中心 开会因应